大家好 我是四水年华 这媳妇正在做饭啊 今天中午吃山药炖排骨 这刚好每天也有很多人留言说山药不知道怎么吃 刚好今天顺带拍一下 这个是猪排骨啊 它的价格还挺贵的 我说咋又贵了 它说涨价了 肉一直在涨价是吧 哦 这么一点 70块钱 70块 嗯 炖吧 还买的不是金排 然后今天排骨炖山药啊 嗯 示范一下 先洗一下洗一下 然后焯水 这我媳妇戴个手套 因为它削那个山药的话 它过敏啊 过敏了就是拿那个醋 就是抹在上面大概10分钟就会滋养 嗯 就拿这个锅洗 拿这个锅洗好了给它焯焯水啊 嗯 好了 放点这个花椒啊 我们自家种的花椒 有点死 这无所谓 这个山药 我们家乡的温县 卢土铁固山药 又名淮山药啊 它为什么叫淮山药 因为 它以前 种植的地方呢 叫淮庆府 所以说它叫淮山药 你看它有三大特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毛眼 特别特别的大 第二点的话就是铁锈红斑 等一下洗一下就更清水 你看 这这这现在还带着泥巴洗一下更清水 第三的就是歪歪扭扭啊 嗯 写吧 这个是我们中国地理标志性产物 对 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 对药食同源啊 这个可以充饥的啊 随便吃 这个淮山药 它是录了本草岗木的 并且它是四大淮药之首 因为地环丸里面也有它 这个淮山药还被称为淮生 对 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 种一季淮山药拔进十年三川地气 只有这样它才能被称为淮生 对 就是种了之后 十年后就土地不能再种了啊 赶紧洗吧 肥花太多黑戏 赶不然赶不上中午饭 先刷刷泥巴 刷刷泥巴再烧 它真的长得好丑啊 毛孔还粗粗还大 大家看看这个丝 很多的啊 这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有的人呢 他说这个营养啊 在皮上 他就连皮一起吃 这我们家的话 圆圆它是带皮吃的 我真是带皮吃的 给它挺糖啥的 我是要削皮的 对 它真的带皮吃的 然后我们煮糖的话 就把皮给削了 削不削都行啊 就看你自己 不削的话前提 你得洗干净 水开了 把这肉的浮沫给煮出来 煮个三分钟 差不多 高压锅的水也开了 排骨也焯好了 倒进来 下锅 倒吧 山药 山药啊 淮山药 一起倒进来 对 这个山药 比较耐蒸耐煮啊 就是 高压锅不会说把它给蒸成糊糊的 不会糊汤 昏汤 对 盖盖子 高压锅压上个排骨十分钟吧 十分钟差不多 中午十分去接小孩 放学了 嘉嘉 今天早上上的什么课 上了数学 语文 音乐 数学 学的可以吧 嗯 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啊 回去吃饭 开锅 不错啊 你看这个汤 它这个汤和这个肉啊 就是这个 虽然说高压锅煮的是吧 就是这个山药你看啊 一点说没有烂是怎么样的 并且这个汤的话也是 没有浑 对没有浑啊 这个清清爽爽的 山药也是啊 一个一个的 都是一样的 行 吃吧 今天吃饱饿了吧 它就是耐蒸耐煮 嗯 看着不错啊 这个汤也是 看着不错 我也饿了啊 好的 谢谢 看一下这个排骨 你看这个肉 脱骨了 就就你看就 你看 再看这个山药 你看这夹着它 使劲夹一下 嗯 嗯 你这么一眼似的呀 人家说咬不动 会咬不动的 咱们吃一口尝尝 嗯 你到嘴巴里啊 就化开了 就是你拿舌头抿一下 就开了 嗯 好吃 就特别面 特别粉 又真的很细腻啊 嗯 嗯 咱们也吃这个排骨 又也是软弹 好吃 拿着你的馍 哇 香香香 五个馒头多少 两元 咱们这里馒头就是便宜 五个才两块钱 这五个给我吃一天呢 这山药确实可以啊 嗯 之前大家也看到了 排骨焯下水之后呢 就一直放在锅里 跟排骨一起 搞牙子 嗯 我丸子啊 香甜 哎呀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就行 你看看这一根完整的 我咬一口 再看看 这是个高压锅炖的啊 现在已经真的是 粉粉糯糯的 应该能看得清楚啊 它是干香面 微微的甜 干干净净的第一碗 再来第二碗 这山药是非常白的啊 但是你看这里是铁锈红斑 这个媳妇刮的不干净啊 这里还有点毛眼 他不舍得刮那么深 是不是啊 嗯 这排骨肉一下就脱掉了 哇 这就是东西 你吃到嘴里才知道 你吃这么多 不如你吃一下 啊 这饭吃的香 这南方应该是吃米饭 我总是吃馒头 没事 这是南北有差异 就是北方的就是以面食为主的啊 中午老面条和西面条也可以吃馒头啊 我们这一片中午就是去人家家里办事吧 就是吃大桌 不是给你发一个馒头啊 而不是说给你上一碗米饭 是给你发一馒头 大家看看 真的啊 很面 很粉 很糯 然后有些地方呢 要很绵啊 吃到嘴里 没进去 她记得到 没见到